余晉美議員 謝謝主席 首先多謝今天各位出席 第二就是剛才有副秘書長說他們剛剛出了一個守則 我希望他盡快給我們之後 主席你再開一場的聽證會 讓公眾人士可以就那個守則給我們一些意見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主席秘書長剛才說他會回覆大家今天給的問題 但我相信副秘書長的回覆或政府的回覆 都是跟以往一樣的 他說其實這次的擴充都不會和現在的門檻有同 我覺得那個主席說來說來三副皮 就回應不了問題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很多個鐘頭彩道 但是就兜兜轉轉 其實說到一些真正的實質的進改進 第一點我想說 主席我今天 昨天和前兩天都去了書戰 其實大家都見到未來的書籍其實就是電子 所以如果你說法例不去伸延到電子或者網上的東西 是說不通的 我絕對是接受這件事的 但是同時我亦都主席覺得政府一定要積極和具體回應 就是今天很多出席的人士說關於這個二次第二的意下 不是虛擬的意下 二次創作或者惡搞的方面 那麼主席我特別提到政府留意到他說39條 但是我覺得39條不是一個回應來的 39條是說所謂要fair dealing的 你亦都要acknowledge 即是你要說本身的創作 亦都不是那個問題 反而最關注他們有提到是92條 那麼我又不覺得 我又聽不到副秘書上回應 那麼三分鐘呢 我覺得浪費時間的叫他回應 但是我希望主席請副秘書長政府那方面 給我們一個文件 特別是第92條 講關於這個貶損處理這個問題 還有今天如果有少許時間 我希望待會給今天出席的人士 跟我們講一講 如果他們要一個豁免 怎樣的豁免 他們覺得才可以保障他們的二次創作 特別是羅玉啟先生說了澳洲美國那方面 都有類似的條文 我希望他們給一些時間 他們講一講給我們聽 就是如果要保障這一類的創作 還有我想說一句 就是不一定說沒有錢的 因為現在你去書展 看看很多政治的諷刺 是出書 或者日後他有演唱會 我不可以說沒有錢的就OK 有錢的在這一方面的二次創作 就沒有豁免的 所以我希望聽聽他們給我們的意見 謝謝主席 好啊 我們的時間就剛剛夠了 好啊 何秀蘭議員 有一個具體的 寫進來 進來就可以了 主席 何秀蘭議員 謝謝 謝謝 字幕提供